依照规划七毒区个理符合资格的长辈在排定时间内 陆续到七毒火车站疫苗接种站接种疫苗 负责施打疫苗的七毒区卫生所和新昆明医院呼吁长辈踊跃接种 第三剂和第四剂之间要间隔150天 而如果是染疫康复后的长辈或是民众 则需要三个月后才能接种疫苗 就是我们基隆市全区都开始针对65岁以上的长者 第三剂已经施打新冠疫苗 第三剂已经满150天的长者 我们可以开始来施打第四剂 如果说在过去的三个月内 曾经有感染过新冠肺炎的话 我们就是必须要满三个月后再来接种 基隆市65岁以上长辈6月20号开始接种第四剂莫德纳疫苗 来接种疫苗的长辈市政府都会赠送 八剂的快筛试剂 来接种的所有的这些长者呢 市政府都会赠送八剂 总共八剂的快筛试剂 也让我们的长者跟我们的就是亲友 在家里家人在家里呢 有需要有症状的时候都可以做一个快筛 然后来提醒自己来注意身心的一个健康 七赌区三位最临近怕病的现任市议员张耿辉 杨秀玉本人以及议长蔡旺莲特别指派的秘书 也都到现场尽自己最大的能力问候服务接种疫苗的长辈和陪伴家属 并且发送精致的口罩宣导防疫 前前面几天我也看了有去看了一下 那施打都非常勇业 然后在这段几天尤其这么炎热的夏天 除了我要提醒我们这长者多益 多注意多喝开水 也要注意自己本身的安全 那我也预祝我们这一期 希望能够这疫情赶快演绎 让我们全球人能够过个正常的生活 也再次感谢我们第一线的防护医药人们真的很辛苦 尤其这么热的天气 它没有充着防护医隔离医 真的不容易不简单 借用今天的时间来跟我们的乡亲提醒他们说 病毒也不要那么害怕 但是尽量就是我们配合政府的一个防护措施做好 还有不是只有说这针对打疫苗 还有平常的这个饮食习惯也很重要 做一些比较高纤维蔬食 这方面我是觉得我会提醒这个乡亲 尽量就是说不要保持这个 不要太担心 只要把这个防疫做好 我想这个病毒很快就会打败 代表蔡旺一长来关心我们今天 七毒施打战的施打状况 因为目前的疫情虽然趋缓了 可是风险的难在 所以还是呼吁各位长辈能施打第四季 还是能请我们家中的长辈还是过来施打 这样子会比较安全 另外两位七毒区市议员参选人林昆明 以及曾宜芳也分别到现场发送轻巧的提带 和精美的口罩问候服务长辈也都相当受到欢迎 在七毒区卫生所七毒区公所 新昆明医院以及议员和里长等人通力合作下 接种疫苗的作业也都能够顺利圆满进行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解说 解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